立法院内政和经济委员会今天审查农业发展条例桥案 经济部长孙运璇列席说明也答复了委员的执行 孙部长表示本条例的目的是要开发并且有效的利用农地资源 改进生产结构和农产运销制度确立农产价格 本条例议定实施十年 实施以后农产所得将大为提高 当前农业所遭遇的困难也将大致获得解析